大家好,最近肺炎的事件全球弄得洛洛洛洋,人心惶惶 还最近在清衣的屋村里面发生了一个怀疑是浴室排水系统出现的问题 引致了隔层出现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有多人受到感染 令大家都会怀疑究竟自己家里留在这里是否真的安全呢 今天我会以工程的角度去解释一下一般浴室的排水系统 以及大家可以怎样去进行一个检测和维修 基本上我们刚才说了一般的污水结构 这个U型格气会出现地台去水、企缸等等 而这条粗一点的污水渠就会在座翅 这两条渠基本上是长期有水过的 只要楼上用水,这里就会有水了 所以有水的情况下,如果它有滲流 我们比较劲的话,肉眼就可以看到水滴了 但如果太微深,大家怎样去试呢? 也可以用紙巾去印一下,会不会有水痕出来 就可以看到这条去水有没有流水的情况 因为这些是连接到上面的流层,甚至整个大厦使用的 如果上面的流层是有病毒源在这里的话 你若有洩漏,你就会有很大机会有感染的 这个就是气候,刚才我解释过 这条气候是一定要连接污水渠 达至平衡压力的效果 所以大家要留意它没有连接 第二就是这里不同污水渠 它是没有水在里面 所以你不可以用肉眼或者纸巾的方法去检测 只能够在按坐刺的时候 去回气的情况下,用手去感觉有没有一个气体排泄的效果 如果有,代表它有泄漏了 但是现在方家的方法就是用鼻去闻 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 为什么呢?假设有泄漏,而你又用鼻去闻呢? 反而大大增加了你感染的机会 所以大家就不要用这个方法了 但是大家可能问了 如果那个气体也很少的泄漏 我的肉体是不是真的感受得到呢? 那接下来我会示范一个用仪器的检测方法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大家可能觉得用手和纸巾都未必做到准确检测 银浸工程及测试有限公司就提供了喉管气体检测法 可以准确检测 原理大概就是我们会利用一些堕性的气体 打进一些排水系统的管里面 如果它们是没有损毁的话 那些气体就会在里面 不会流出室内 以这个仪标可以量到室内气体的浓度 如果我们在开气之前 我们会代一个毒素 作为一个参考毒素 如果我们之后打了气进去 而这个毒素目标升 代表喉管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喉管一定的破损或者损毁 那这个就会有气体泄漏 你这个预标的毒素就会进一步提升 代表了排水系统出现了问题 我们现在的同事就会将一个透明喉管 透过座翅这个位置 不断地放入排水系统里面 他们一路伸进去的用意 就是想将喉管放弃的位置 穿过了座翅U形格器 去到喉管里面有空气的位置 令到你放弃的动作会更加顺畅 现在我就打开了这个气体 它会透过这个管 就会进入排水系统的喉管里面 现在我就会利用这个颐标 去喉管附近进行一个检测 看看究竟毒素有没有提升 现在我们利用这个仪器 沿着喉管附近 看看是否气体的泄漏 好,那我们一路下 去到这个位置 刚才是大概600多左右 大家会看到数字不断提升 代表了喉管有气体 我们打进去的气体泄漏 代表喉管有破损 我们就会大概找到这个范围 当找到这个范围之后 我们建议找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师傅 去进行一个维修或者更换 刚才说过 如何去检测 但如果真的发现了有滲漏 大家应该怎么处理呢 应急上大家可以在怀疑滲漏的地方 打糖玻璃胶 围住它 还有如果大家再担心点 可以利用家居都有的保鲜纸 一路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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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住条喉 减低了去透过滲漏或者液体的滲漏 导致了家居里面的污染 但这也是一些 紧急的方法 我也是建议找专业的技常员 还有根换或者维修 注意ящ ora 亚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